欢迎订阅,今天我们欣赏一个西班牙绘画大师毕加索的作品,叫做《千玛的男孩儿》。 这个作品属于毕加索粉红色时期的代表作,创作于1905到1906年,现在保存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。 这个时期的毕加索作品更多地出现了关于人体的元素, 比如说这个作品里面,画面里男孩表情专注,左手插腰,右手牵马,身后的马皮顺从而乖巧, 人物和马皮的身形刻画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整幅画作的背景也灰色和棕色相见,既衬托了人物又显得非常和谐, 男孩似乎还带着一种情绪,整个画面也受到印象。 下一集我们去奥塞博物馆欣赏一个爱德加德加的雕刻作品,混零时间,法国巴黎。